没有钱买赠品 只要买高仿 买了又不敢穿 这样我是怎样看待高仿 啊 这个 好 又是我们的 Coffee Talk 时候啦 那今天我回答的问题会比较多 是关于 fashion 关于时尚的东西 因为在上一次的Q&A里面 你们问了很多我关于现在流行的看法 鞋子啊 明星啊 潮流啊 趋势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 将会一次过为你们解答吧 好 首先第一题是最近问最多的一个问题 GD的鞋子值得买吗 怕给人家笑 因为用两千多块来买鞋 我觉得 值不值得就是看你买这个鞋子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纯属你喜欢 还是为了让人家觉得你有跟上潮流而去买 我觉得买东西的动机是非常的重要 你必须要搞清楚 像他们常常讲的千金难买星头号 如果那是你真心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来看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 GD的鞋子是近几年里面 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鞋子 那么当然1.0它做到很神 这所谓的2.0难免大家对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 因为毕竟它不完全是一个2.0 它只是1.0换了一个配色 这样因为它是GD然后这个东西是这样发售的 它贵是肯定是有理由 这样当然我那么喜欢我都没有买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舍得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没有对和错 它只有舍得不舍得 加上吃鲍鱼还有吃罐头鲍鱼 它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有钱人 它也不会让你看起来很穷 而是一个人愿用多少钱去奖励自己 或者是让自己去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再加上我觉得每个人的钱有限 所以会把钱用在我觉得值得的地方 比方说我现在有自己的团队要养 我有器材需要去投资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我钱会花在这些地方 Rather than花在一双鞋上面 当然可以原价入手的话我当然想要买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原价是非常的难的 Anyway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自己去买 不要去理会别人怎么样去看你 我觉得这个是潮流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也是做人的一个态度 傻伴和品味是不是会跟着年龄的决定 答案是绝对是的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外表是可以骗到别人的 这样如果你长得比较我们所谓的老水一点 你长得比较成熟的话 这样你穿什么都好你就有那个分量 比方说如果你18岁然后你穿LV 这样每个人就觉得你的钱是哪里来的啊 是父母的钱啊还是他是不是假的啊 就像现在我们可能看到这个街上 可能年轻的人穿Off-White AJ的话你就觉得一定是假的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uncle穿的话就觉得哇 这个应该是很有钱的 类似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或者你会觉得如果一个女生 她看起来很美很年轻她叫一个名车就是被包养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偏见一个stereotype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整个人有办法看起来更加的人模人样 或者是更presentable的话 你人贵的话你穿什么都会有档次 如果你人看起来就是很吊朗铛很轻浮 这样你不管穿什么都好它不会有那个feel的 这是我们穿达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常常在讲时尚不是义和酷 而是你的生活态度让你变得很酷 所以你要有一个生活态度和你整个人的这个branding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回去第一集的Coffee Talk 我们有讲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一题非常好接去下一题 因为我蛮喜欢下一题的这个问题 我想问是不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想法和穿达都会改变 而且品味这东西是要从小去培养 当然是是的 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精致的人 你有品味的人 你用的东西 你吃的东西 你讲的东西 你的谈吐一举一动都会非常的有档次 所以我常常都讲生活态度是非常的重要 生活品味更加的重要 常常很多小飞行会在Q&A里面问我讲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风格 都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自己 或者是非常容易厌倦 觉得好像穿什么都不好看 或者是不像自己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整个东西太空了 你的生活太空了 所以即使你换了一百斤衣服都好 你也找不到你自己的味道在里面 因为你体验的东西不够多 我觉得时尚就是要去体验 之前有一个中国的收藏家 他跟他女儿都喜欢玩古着的 这样爸爸就从小就灌输女儿这些古着的一些魅力 然后一些性格等等的 但是女儿小时候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他是长大过后才开始对古着为之着迷 那么爸爸就很喜欢Levi's的牛仔裤 他就先收藏可能90年代 80年代 70年代 一直收藏到1920年代 而且他是有拿来穿的 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牛仔裤其实是要越穿才会越好看的 这个古着玩家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话说 如果人要有品味的话 你要多看 多听 多吃 多去旅行 去吸收养分 吸收不同的东西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有故事 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总结来说就是用眼睛去生活 这样你整个人的品味和档次才会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只是沉迷于一个品牌 传达给你的一个mindset 那个只可以让你对某一个东西有一个概念 现在的趋势流行是什么 但是它没有办法让你可以变得很有品味 如何看待烂大街的EZ 其实没有什么看法啦 我反而会问回当时为EZ去打架 去抢鞋或者做出很多可能很低级动作的一些人 你有什么一个感想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EZ当时每个人在吵 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利益问题 第二是觉得虚荣性 觉得穿了EZ有了 EZ是最糗 或者是站在潮流尖端的 但是当你做了一些那么低下级的东西 那么不光彩的东西 得到这个鞋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用意 因为你的行为举止 你的谈吐 已经出卖了你整个人的人品 所以我觉得人品和品味是非常的重要的 穿的美穿的潮穿的贵 未必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很贵 或者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那同时间如果你穿的是非常的普通 非常的节俭简约 也不会显得你很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有纹身的人未必是黑社会 那么真正的黑社会也未必有纹身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很多次是你做的事情 你的人格 你的人品 还有你的行为举止 represent你本人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最多只是给你一个 点缀 加分 或者别人的第一印象 真正看的还是 你这个人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It is what you do that defines who you are 这个是非常的好笑的 我看到这一题讲 身边的人看到我穿Nike的鞋子 配 Adidas 的袜子 觉得很奇怪 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 资讯界里面的一个 不成文的一个 都市传说 什么也可以这样讲 我是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我来讲鞋子和袜子 它的 purpose就是穿 它在它应该发挥 它功能的岗位上面 发挥了它的功能 这样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比方说 有些人也是拿 Gucci 的钱包 但是它戴LV 的裤带 现在你觉得有问题没有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As long as the item itself serve its purpose And that's good 不用去理这样多啦 有时候穿搭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比较 You know 很 free的 不需要给这样的 mindset 去破坏你的创意 好 下一题 没有钱买赠品 只要买高仿 买了又不敢穿 这样我是怎样看待高仿 啊 这个 那首先我会说高仿 是一个我不支持你去买的一个东西 因为 每个创作者都需要得到尊重 还有 appreciation 高仿这东西就是一个 违反了知识产权的一个动作 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这样我们去买的话 当然也是等于支持这个罪行 首先这是第一点 这样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 如果你跟我讲 你没有钱买赠品 但你想买高仿 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觉得你很欣赏它 你想要来买回来尝试一下 还是来做其他的一些实验和东西的话 这样我觉得因人而异啦 只要你没有拿这个东西去骗人的话 这样我觉得还可以在是被接受的范围内的 比方说你要买回这个鞋子来 你想要做一个改版 或者你想要做一个DIY的东西 你需要一个模型来去做实验 这样我觉得可以接受 没有可能你会去买一个正版的来去破坏嘛 对不对 这样如果你买了一个假的 就不要去骗人家 想这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不好 因为是欺骗的行为 或者你把这个假东西当时是真的去卖出去 从中获利 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不要得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啦 当然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设计的话 然后你会以真正的行动去支持 比方说我很喜欢Rig Oven的鞋子 所以我一定会等到队的时候 自己存钱赚了钱 我去买一对我很喜欢的Jobasker 或者是我很喜欢的Nike AJ Off-White 第一代的 因为我真的喜欢 我觉得一定一定要支持 一定一定要去pay tribute 给我喜欢的designer 父母不是很喜欢我的穿搭 我应该怎么办 这题有点kick soul 身为华人的话 我觉得父母是非常难去了解我们的 但我相信近年代 父母开始开始开通了 因为有网络 这样父母看的东西 听的东西变多了 这样我会觉得 你要跟你的父母去沟通 给他知道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东西 像我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然后我家里就 还好也没有到非常传统 就比方当初我想要打耳洞 我也是折腾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跟我妈去讲 跟我爸去讲耳朵 到最后说服了他们 我忘记了我是先斩后舟马后炮 还是跟他们讲了才去打 我忘记了 最后是得到理解的 是OK的 他们没有怎么样 我会说要跟他们沟通的原因 得到他们的同意尽可能 因为毕竟他们讲什么 头发和皮肤是受之于父母 忘记了一句广东话是什么 所以你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心理准备 算是一个respect他们的一个举动 但当然如果他真的不喜欢的话 这样就没有办法 你就或许要自己去牺牲一点 这样所谓的牺牲就可能说 你可能在家里穿得比较普通一点 去到外面才穿自己的那个 自己喜欢自己很向往的一个look 除非你说你是喜欢那种耳洞 大大个的 或者是闻真闻在脸上面 又或者是你发现你是喜欢做女装打扮等等 这样这种就比较更加kick水更加复杂 唯一你能做的东西就是可能就真的要自己搬出去 后面住在一个他们看不到的范围 去不违背良心的活着 就像台湾的小Ella 她也是有体谅她父母 然后她就一直尽量不去变性 然后穿着打扮也尽量收敛一点 只是到最后她是得到了父母的一个认同 所以我觉得沟通是非常的重要的 尽量不要让他们心疼 毕竟他们也是关心我们 但她也是生我们的人 她也想我们好 她担心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决定 所以我觉得双方面的沟通和表达要做得非常足的功课 我是觉得这一体还蛮好笑的 确实啦 我觉得没有颜值的话 你穿韩系的打扮它不会很gay by 只是会有点格格不如 因为韩系的打扮其实也是一般的衬衫 西装 T-shirt Polo T 所以普通的一般的这种穿搭 我跟韩系穿搭差的一个点就是 她是韩国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 虽然讲她们在剪裁方面有讲究一些自己的特色 但重点是在于 最差最差的那个分别就是她是韩国人 这方面有这个韩国的气息 所以穿出来才有韩feel 加上韩系的穿搭很多时候她是讲很plain 很minimal 的东西 就越简单 越单调的东西 就越需要颜值去撑 这样当然很多时候穿搭可能 7分靠搭配 3分靠颜值 你可以用搭配来让你整个人看得 让人顺眼 有自己的一个味道 就不要刻意的想要靠穿搭 让自己变成某某明星的某某人 就比方说 我发现现在可能有很多年轻人 喜欢做韩星的那种K-pop 的打扮 就可能化妆化得很浓 然后戴很多耳环尖尖长长 然后穿很多层 穿高龄 然后穿皮鞋 或者是溜丁鞋等等的 这样这些东西非常的看场合 场合对的话 你穿这些当然是好看 大家都知道了嘛 在舞台上表演的话 有灯光 然后有很多这些Dancer 然后有很多装潢等等的 所以一切都看起来合理 所以到最后 讲的是合不合理 还有你再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 这样就OK 反正穿搭这个东西 所以本来就是Follow Your Heart 然后Follow Your Flow 我们喜欢这一集的Coffee Talk 可以帮带你们 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聊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歌吧吃 看点赞上我一集吧 也订阅我的频道 Follow Insta 然后对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流口了 Let's go 我们今天去手机了 好一集 的